我们到西方 可能大家现在都出过国 我记得我去西方的时候 咱们到家里夫妻俩吃饭 都是分餐制 都是说米饭一个勺 对 你们电影里肯定都看过 一个人一个盘 一个人一个盘 然后呢一饭自己能吃多少 自己抓多少 从小做起 关键孩子也是这种 所以说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强调这个 我们必须要从这儿做起 就一双筷子的是吗 你这一双筷子指的是 公快 我们年轻人可能都不重视 更别说老人 老人他的观念老 他说这显示我们亲密 实际上我认为是错的 有的时候真是 你看咱们脑子里想个画面 比如家里有个老兽型 90多岁了 今儿还过生日 那肯定有的还拿自己筷子 来 奶奶 太奶奶 吃一口 您来一口 拿自个的筷子 加一块蛋糕 您来一口 您来一口肠 男儿那感觉好像特孝人 特别温馨 对 这一步 还有就是喂小孩也是 是不是 对 自己来感受一下热不热 不热了 来 宝宝 张嘴 吃 还有的人是特别的 说要给孩子加了 之前他怕是摘着菜招 他先缩了一下 他先把那块子舔一下 再加入再胃 那都不行了 但您看其实家里边 主要就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还真的就是孩子跟老人 那这两部分人群 对于他抵抗油门罗杆菌的能力 是不是也相对要较差一些呀 你看这个说得特别好 实际上我们说的这叫特殊人群 我们老说的治疗治疗什么 就特殊人 好比说老人 老人说我这这么大年龄呢 我也不怕了 但是孩子怕嘛 所以说现在确实存在青少年 二十岁以下的这种发病率 也在急剧增高 以前不高 现在是可以说 他增加的比率可怕 你为了孩子的健康 咱们不说老人 不说中年人 你为了孩子的健康 我建议也要重视这个事 所以刚刚的张主任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建议 最好的就是在我们共摊的同时 准备一双公块 来实现这个圆桌上的分餐 你觉得这一点在你家 能够行得通吗 小宝 我回去可以提一下 但是能不能被接纳 就需要时间了 对 就是家里就觉得 就二十多年了 就是你们互相这么吃饭 也没怎么着 也没出什么问题 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个认知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这个 给了我一个提示 让我回去更加注意 但是我们换句话说 如果要是跟得 幽门罗杆菌感染 和得胃癌相比较的话 是不是放一双公块 要相对来得更简单 我回去就办这事